再跑第二次 所以这个叫做缺乏分析的理智性 因为 7就是 比较细心 然后 比较有分析的能力 但是也比较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是缺7 对事情也比较会有存疑 有焦虑感 所以我就必须补一个7 那缺8呢 8就是属于掌控 比较掌控企业经营能力 然后也比较会做一个 企业管理的规划 但是因为缺8 很多人缺8 所以他就 只能当上班族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掌握 经营的那种这个规划的能力 也没有长期规划的这个概念 所以无法赚到 或天才 因为8 4就是先天才 8就是后天才 所以缺8 缺8也就比较 也一样 比较肤浅 给人家觉得比较肤浅 那9缺9呢 缺9是缺华爱心和同情心 因为9本来就是很有爱心同情心 身心灵方面很着重的 那也是很愿意当义工 然后服务别人的 但是因为他缺9了 所以就变成这一 9的特质通通没有了 就缺乏爱心同情心 对于别人需要的无动于衷 那不务实不实际 头脑里面充满了空想 那缺0 就是劳心劳力 后知后觉 敏感 能力差 形式比较出线条不积小节 所以缺数 圈 一个圆圈就代表先天数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谈过了 那三角形叫做后天数 叫做人生的障碍 还有关卡 缺点 那接下来就是方形 就是我们 使命必达 一生 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 那接下来缺数 总共 在生日秘书里面 总共有四种 四种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所以我们 只要 能够去复习他 我想慢慢的你论越多人 你就会越好 越熟悉 因为只有 九个号码 九型人格而已 对不对 那你只要 知道他们特色以后 未来 跟人家要个来 你的出生 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 这个是用出生 年月日 就是用身份证 身份证 我们一般在论八字 大部分都是用 这个叫做阴历的 农历的 那 这一套 我们就是用 身份证上面的 好 那这一章呢 人生在世 活得在难 也不要轻易出卖尊严 过得在穷 也不要随意把人欺骗 生活在苦 也不要恶意断人财路 日子在难 也不要任意推波助澜 所以 有时候人生在世 也不用太去计较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说 你去人生的缺素 你可以用色彩 你可以用色彩 但是色彩是要附加于 所谓的你的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是 这个艺术品上面 那我们针对 因为要说一个人的幸运色彩 八字也可以看 八字的五行 譬如说你的喜用神颜色是木 那大概 你用八字的角度就是 你最好 你的随身物品就是用 绿色的 但是生日秘术 像这个生日灵动术 也叫做生日秘术 他也有他的一套 游戏规则 所以我们 讲完以后 你们未来要 你的幸运颜色 你要用八字 用紫微 或者用其他方式 或者要用 这个生日秘术的方法 去做搭配 我都没意见 我们只是说 我们 研究过那么多的学科 每一个学科 大概都有他的道理存在 也不用去怀疑 因为有的人 我就喜欢用生日秘术 来去断事情 来去做化解方案 那你就用生日秘术 那你喜欢用八字 就用八字 那紫微就用紫微 没有关系 好 色彩就是光的发生 光是能量的代名词 影响视觉的感受 也影响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 我们每天 张开眼睛 所看到的一切 对不对 都跟信息 色彩息息相关 所以颜色不只是颜色而已 它更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所以 透过色彩不但可以了解自己 掌握自己的命运 透过我们居住的房子 吃的食物每天 穿着或配饰的颜色 找到自己的幸运色 对身心都可以带来正面的效果 那有 有报那个 我们八字穿衣的课程 你就知道我们已经 我确实感受到 如果用日 日姿来做我们的穿搭 那是最棒的 那现在 生日秘述 你看 也在谈到说 你每天吃的食物 跟每天穿 穿着跟配饰的 这个颜色 找到自己的幸运色 对身心 都可以带来正面的效果 那你如果学八字的 你就可以用八字的那一套 那如果没有学的人 你可以 也可以用这一套 那当然 所用的颜色可能会有 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 不代表说 哪一种学问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 颜色的能量 确实 影响的并不是太大 也是会有影响 但是不会太大 因为本身的八字 我们已经谈过了 天时 地利 人和 对不对 天时占至少33% 30% 那人和跟地利也有关系 所以 一个人的运势好坏 不能说 我的八字就 就直接断说 你这辈子会怎么样 一定怎么样 因为 我们断八字还要考虑到 一个人的运势 除了八字叫做天时 我们还 还要考虑到地利跟人和 那颜色如何来搭配呢 颜色就是 可以 补缺数 还有可以去带 像在日本的百货公司 但我在学这个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百货公司 他们都在卖数字 卖 这个数字 数字环扣 像这个 就是上面 上面有数字 那他的像我八号人 我就会带一个八号的 那如果是一号人 他就会带一个一号的 所以当 几年前是几年前我在学这一 这门 课程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日本 百货公司 每一个百货公司店 这个一品店都有在卖这种 这个 这个叫做数字锁环 卖得非常好 听说 一年卖了几千万条 那变成说 他们很愿意相信说 哦 我的 方形的 我的生命凝动 生命凝数就是二 我就会带二 来加强 让我的二的特质 更加明显 那像我八的 我一带八的以后 可能对于我八的特质 会更加明显 好 那 所谓颜色 如何来搭配呢 颜色 颜色就是 一 我们的彩虹 我们的彩虹 叫是不是叫做 红层黄绿蓝电子 对不对 红 如果是 你缺一号 你就可以补红色 那红色 红色 除了衣服以外 好像 像我们的滑鼠 对不对 像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的滑鼠 也叫做红色嘛 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一套 系统 这一套生日秘书 这个系统 你欠缺的号码 你可以在你桌 桌桌桌使用的这一些 这些工具 你就可以用那个颜色 因为它就是补你人生的不足吧 我们在九宫格里面 是希望我们 对不对 123456789 通通有嘛 那一样的意思 如果你缺什么 我们就补什么 那要怎么记忆呢 我们的彩虹就是 红橙黄绿蓝电子 那第八个颜色 叫做粉红色 第九叫白色 零呢 零叫金色 所以你记住了 红橙黄 你就手指 压一下就知道 红橙黄绿蓝电子 七 彩虹七个颜色嘛 接下来粉红 白色 金色 这个 零到九通通有了 那你 九宫格排出来以后 缺什么颜色 你在使用上的物品 或者你去买那些摆件 买那些你喜欢的装饰品回来 在你的房间 个人房间里面 你就可以用这个 缺素的东西以后去买 因为艺术品有可能有 五种色系 木猴土金水嘛 那你如果缺的某一个色系 你就可以用那个色系来去买那些 装饰品的意思 好 那你缺一的人呢 这里就在讲 缺一的 你就可以带 这个一号 这个 一个手链上一号 那 也因为缺一呢 缺一就是想要拥有领导能力 想要成为领导者 想要成为主管老师 有创新的想法 那你就必须补一嘛 那 数字直接补 是最直接 那接下来 一 我们也可以补一的颜色 一的颜色 我刚刚讲过了 一的颜色是什么 来 不要给你们偷看 一的颜色呢 打上来 红色 一是什么色 红色 红色 对红色 红橙黄绿蓝电子 然后再来粉红 对不对 白色 金色 好 一样 那缺二 缺二的人就是说 因为二就是想协助 家庭 对不对 协助团体 协助公司 他是很愿意付出的人 想要让公司很好 让家庭很好 那 如果你刚好没有 没有这种热忱的 你可以补 对不对 所以 想用合作的方式成功 会成为另外一半 付出的 适合 跟人家 完美配合的人际关系 就可以 用二 或者带一条 这个二 带一条这个二 那三呢 你想要用有口才的 对不对 因为三就是靠嘴巴赚钱的 那在团体之中 想要有出色的沟通能力 那你刚好 你的 九宫格缺三 你就可以用 这个黄色 或者是一个三号的 那想学理财投资资产 管理方面 或组织中 里面要花光花热 比如说你在做保险 做传销 刚好你没有试 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 组织之中 去做一个好的发展 那你就可以补 绿色 那 绿色的号码就是试 那 那五就是行销 也是重视家庭圆满 也适合各种业务的行销工作 那缺五的 你就必须补 这个蓝色 补蓝色 或者是这个 这个数字是 五 那六呢 六是很有爱心嘛 对不对 哦 我上个礼拜天去 博华联 有一个七十 大概七十二三岁的学生 我也是上这个课 然后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的九宫格里面 二跟六都是三角形 那就是代表 你有人跟你借钱 然后 你都不敢去要回来 那我就问他 我刚好排到他的命盘 他就是二跟六都是三角形 三角形就是障碍 对不对 所以六的人就是很有爱心 对家人无怨无悔的奉献 付出爱心为出发点 所以他很有爱心 也很有耐心 一心想要帮助别人 但是 因为他二跟六都是三角形 三角形就障碍了 把这一个爱心 当成一种 你爱人 你想要帮助别人 你对人家好 人家不不鸟你 所以代表叫做借钱 人家你都不敢跟人家要 结果他就 马上说他对他七十年来 自从借人家钱 十次有九次 从来人家都 不还他 他也不会开口去跟人家要 你看 因为我也是这种人 我也是二六都是三角形的 那又碰到一个七十二岁的 刚好是在 就是 前三天四天 礼拜天 刚好又碰到 所以这一套 这一套生日秘书 有时候觉得也 好像也不错 那我们有讲过 只要是 六号是三角形 那二号是三角形 那二号是不是叫做木 那六号是不是叫做 土 一二属木 三四属火 五六属土 我们的自杀方法 就必须 用卸的 或克的 那如果是木 我们如果要卸他 是不是叫做木生火 我们可以用三号 跟四号 补上三号四号 那如果要用克他的叫做金 金是七号八号 好 那就把这个三角形 克掉了 那六号呢 六号是属土 我们可以卸他 土生金 土生金刚好也用七八 那如果是用克的呢 木克土 对不对 木来克土 木克土就是等于一二 所以既然 木是 二 二是 二是木 对不对 然后 六是土 那二 是可以用七八来克 那六 可以用七八来卸 那是不是叫做共和 这个叫做 共同的 共同的数字就是七八 所以你补了七八以后 自然就可以把六 三角形跟 二的三角形 把它化解掉 所以有 有法有破 有法有破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些 要补的六号 就是说代表你没有六号 或者你的 生命灵动数 方形的是六号 所以你必须补一个 红尘黄利蓝电子 电就是生蓝 那刚刚五是浅蓝 这个电 电就是生蓝 生蓝 这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七呢 七就想拥有 专业的技能 一技之产 或想得到贵人的帮助 也可以成为 别人的贵人 或者你想要有 分析的能力 你不要说大辣辣的 碰到任何事情 人家卖你什么东西 你都根本就不挑 你就马上决定 买了就 又后悔了 因为你没有分析的能力 你买到的东西 总是比别人贵 那就代表你没有分析的能力 那你 就是缺七的人 那你就必须补一个七 或者补一个七 或者是补一个七 紫色的 红尘黄利蓝电子 紫色的一个物品 那缺八的人很多 我算过蛮多是缺八的 就是说你想创业 然后想要做管理 或财经方面的 这个工作 那你缺八 你就必须补八 那八叫做粉红色 或者你就必须补一个 这个 幸运 幸运号码 缺八或者是八是灵动的 缺跟 缺跟方形都一样 都是必须补 因为你如果是八 你想要让你的八 能够 使命必达 能完成八的那种好的特质 那你补八 那最恰当 那一种叫做 缺的 那你也可以补 所以有两种方式都可以补 那九呢 九叫做 要有很强的贵人运 因为九就是也是别人的贵人嘛 或者你在研究身心灵方面的课程 那你可以配一个九 那九就是白色 那接下来灵就金色 灵就代表机缘机会 来自宇宙中的无形力量 灵动 自觉 那一个 越有善心的人就会吸引同样的善良 那就补你 但是这个零在我们的数字能量DNA 或者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数字能量DNA 零是叫做 零 zero 就是没有 所以我 这个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 我建议了零就不用补了 如果你没有零 那没有零就不用补 为什么 零在另外一派里面 它是代表 它是 叫做隐性的 也代表没有 所以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所以零 尤其是在大陆 交数字零动的 他们都说零 就是 是最糟糕的 好 好 那 那 我们下期再见